我想一下 云端的使用我想应该已经变成一种 好像基本的能力 以前可能需要架设什么自己的网站的 现在都不用了 架Server不用了 你就直接丢到云端一点上去分享就OK了 好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看那个刚刚有关 我们按一下那个按钮之后 当然理论上呢 因为我这个已经设定保护了 所以呢目前是有密码的状态 那假如说我执行VBA的话 这个时候按下它呢 它会出现这个什么 错误1004 不过很多同学看到这个错误就会很紧张 其实请你很多 请你把底下的 它跟你讲的那个错误讯息稍微看一下 您可能需要输入密码 就这样子答案就出来了 所以其实很多同学看到这个紧张 我说你可不可以看清楚 它马上有答案 那重点就是怎么样 你需要在当它怎么样 清除的时候 你要先怎么样 先把这个保护的状态给取消 但是呢 你要怎么样动态的去取消 这边呢 可能你需要学习一个物件 物件的名称就是工作表 那工作表就许词 许词加S 那可是我现在是目前的工作表 那在VBA的叙述叫 前面一定是加一个Active Active指的是目前正在被使用当中的工作表 工作表的话就训 那只有一个 所以不用加S 那同理可证 目前使用当中的储存格 就是ActiveSale 不用加S 目前使用中的工作部 就Active Workbook 就这样子 所以它会用前面多一个Active的叙述 告诉你目前正在被使用当中的 那里面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电 后面就是如何把保护取消 保护的话就Protect 如果取消就什么呢 UN什么呢 Protect Protect 有没有 意思就是取消保护 那可是我已经知道我的密码是1234 所以记得 刮壶双引号1234 双引号后刮壶 这样的话呢 意思就是说呢 我针对目前的这个工作表 去帮我把保护 UNProtect 密码告诉他一下 记得呢 加上一个小刮壶 里面呢 放的就是你的密码 那特别注意哦 字不要拼错 那怎么知道字有没有拼错 我的习惯 我前面有讲过 我打字一律打小写 如果你把你的游标移到下一行 如果你的字 首字变大写的话 表示你一定没打错 用这个方式来验证 很简单 这是我自己的诀窍 你把它移开哦 看一下字有没有变大 有没有 A跟U都变大写了 表示呢 你没打错字 就这么简单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哦 打字就一定会打错 很紧张就乱 可能会不知道为什么 那这样的方式 所以你也不要没事 自己就把它打大写 你怎么验证 没办法 所以打小写就好了 好 那取消的对不对 如果你最后跑完城市了 所以在Fornet外面呢 加一个取消保护 当Nets就是跑完了 因为它一定会在Fornet Fornet里面呢 一直做动作嘛 做完之后呢 要再把保护加回来 请你把上面这一行呢 把它复制到这边 复制记得吧 Ctrl 键按住 那取消保护是unprotector 那增加保护是什么 对 所以请你把UN怎么样 拿掉 那拿掉之后的话呢 因为它首次还是小血 所以你移开的话呢 应该会变大血 有没有 就这样而已啦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让你怎么样 动态的取消保护 跟动态的增加保护 理论上呢 是写在第一行 所以那个Public Sub的下一行 跟End Sub的上一行 中间呢 就是你要执行的程式 不要去动它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 就这么简单而已啦 动态的取消保护 跟动态的增加保护 不过其实这东西不困难 不过我发现网络上 你Google一下 还真的找不到 相关的分享 所以有同学说 老师Google 发现Google到的 居然是 它会卡住嘛 所以呢 其实你如果是错误 它一定会出现这个画面 你把它增错 它程式就停在这一行 那我前面讲过 如果卡住了 但是你后面又加了程式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 让程式倒车 所以其实VBA 在这个地方 它的程式设计的环境 算是非常棒的 其他城市 目前来看 还没有这个倒车功能 它跑过了就不行了 就你要再重跑一次 那我讲过 这个可以拉上来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游标把它停在这一行 那如果你要执行的话 当然你可以按F8 逐行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直接执行 但因为我要看细节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 拉到这边 确定一下这个功能 有没有被取消掉 所以我 移下来 然后看一下F8 这个时候呢 请你观察一下 有没有 上面这个 有没有 从保护变成 因为所以它已经动态的 它有点像是你滑鼠 已经移到那边 把它输入了密码 同样动作 等于是说呢 我们一行就把它搞定了 其他的话 当然清楚的话 就没有问题 就是我就让它全部跑 跑跑跑跑 当然你可以按F8 不过这个地方 你可能要一直按一直按 可能有20个老师 那你要按20下 所以有的时候 我怎么样 如果按很多下 我刚才设个中断点 这边跑很久 我停在这边一下 这个叫中断点 可以先让它全部跑完 停在这里了 那我要确定 它会不会在unpotator 按F8 你会发现 上面这个地方 它又动态的把它恢复回来了 所以其实就这么简单 两行程式 完完全全就搞定了 OK 那这个当然也是 我平常写的方法 后来我把它分享出去 我刚刚也Google了一下 那个什么呢 什么关键字就是 VBA怎么样保护工作表 当然你可以打一个取消 第一个就是我的部落格 第二个是某个论坛 第三个也是我的部落格 然后第四个也是吴老师 这应该也是我的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好像也是我的 我的影片 其他大概就这些 还有一些官方的 不过你会发现官方也有讲 只是官方也讲了很多说 所以其实我给各位的 就是最精简的 反正这些东西程式 如果可以精简 可以少写 那我就不会多写 OK大概就这样而已 你也不用记太多 记了一大堆之后呢 最终还是要 学到精华 然后呢要把它用出来 所以OK 第一个就是 如何动态的 那再来的话呢 一样 清楚没有问题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怎么样 要再把那个 另外一个 这个开发人一样 切过来 所以呢 清除OK之后的话 那当然上面这边 教师研习时速 同样的方法 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 这一行程式 跟这一行程式 把它加到 加到上面去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可以把它复制贴 贴过来 OK 这边也加一下 一样加到头 一样加到尾 那一个程序 变成说你 不能 两个不能共用一个 因为它这个地方的话 变成分开来 所以执行它 没问题 清除它 也没问题 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可以解决 如果你那个范围 是有保护的情况下 就加头尾两行 就搞定了 那但是还会有一个 衍生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呢 你这边不是有做了 那个教育取消 它 假设呢 如果有人很厉害 他也学过VBA 所以呢 他可能这样 如果看得懂 你的程式的话 他会到Visual Basic环境里面 看到你的密码 就是1234 那不对啊 那不过这是高手啦 我们只防 叫君子不防小人 如果 因为他也学过VBA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当然呢 我们就要万全 因为这个后来同学问说 老师不对啊 那这样他就知道 我的密码啦 所以怎么办呢 再来呢 你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你的VBA 再上个锁 就是你那边上锁 这边要上锁啦 那锁的方式很简单 一 先找到你这个专案 记得 是跟他名称一样 按右键 这边有个VBA的专案属性 按右键 属性的地方呢 记得呢 保护有没有 有一个 这个先打勾 再加上密码 假设我密码一样 加1234 这边1234 好 这个时候加了密码 他不会马上生效 什么时候会生效呢 就是当你 再把它储存 关闭之后 下一次开启的时候 比如说我把它关闭 下一次我再把它打开 启用内容之后 切到刚刚的开发人员 里面的VBA 那正常情况是我直接打开 它可以直接被看到 可是现在你会发现 它本来是减号变加号 意思是说你要点开它 有没有 这个时候呢 如果一般人 他想要偷看一下 你到底密码是什么 可是他不知道 密码不正确 无法开启 除非他知道密码 才可以进到里面 那这一招也很重要 为什么因为这个除了说 可以保护你这边的 里面的密码之外 以后呢 如果你写了很多VBA程式 或者是你录制的聚集 其实不只是VBA 聚集也一样 你不希望被别人看到 你怎么做的 那一样 请你按右键 这个属性 把它保护一下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保护你的智慧财产权 其实现在 其实有价值的东西 真的被创造出来 所以其实未来世界 很多东西 都是因为你设计了一些东西 变成你的智慧财产 而增加你的价值 所以未来 你如果你的工作里面 不会有任何设计 不会产生价值的话 恐怕你就只有一直不断劳碌 但如果你可以 透过设计 产生一个价值 并且可以产生一个商业模式的话 那自然而然 它就会是一个 增加你额外收入 或者是增加你主要收入的一个可能性 什么东西可以做 其实像 最近也有 以前上过课的同学 他也在某一家大公司上班 他说老师 我们公司希望导入这东西 但是实在想要有人帮我们写这东西 他说他第一个想到都想到我 就写了信问我 我跟他讲说实在也不可能接这个 但是我可以帮你找人 所以我就想到 以前上过我的课的同学 他后来真的去创业 还真的弄了一个 就是 弄了一个 网站 弄了一个工作室 规模其实还不算太 现在好像不是很大 不过 该弄的东西还弄得出来 所以我就推荐给他 所以也是一种模式 而且他现在几乎全职就在做这些事情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Potator and Potator 第二个就是 你如果加了之后 请你在这边也再加上VBA 如果你的VBA 你不希望将来 人家很容易就看到 你里面的程式的话 请记得再按右键 VBA的Protia属性 再加一个密码 等于是加了好几道锁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可以确保 你自己产生的东西 就是你的 OK 不过这个 大家以后会不会有个争议 比如说你上班的时候 弄了东西 到底这个智慧才能算谁的呢 但可是问题 你交接的时候 会不会 如果你 这也是有争议性的 理论上 你工作的时候才 可是问题是 这种东西 是不是要额外 我记得好像我有看过 是不是如果额外产生的东西 是要额外 就是劳资双方要协定的 对